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的意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國民黨的立委許草新 最近捲入了他的大姑 一個詐欺洗錢案 成為各方討論的對象 他今天出面受訪的時候表示 自己對婚姻這件事情 他有點後悔 蛤 為什麼他有點後悔 這個老公不是自由戀愛自己找的嗎 他在後悔什麼 不過他又說這跟他的老公無關 那奇怪 你後悔又跟你老公無關 所以是你貼你老公的 還是你老公貼你的 還是兩個人互相貼自由戀愛的 每個人都在問 那為什麼一個藍營的戰神 對自家的醜事會拖到 他的大姑 他大姑的先生 還有他的好朋友林宇倫 一直收押了十九天 他才開始出來切割 是因為被發現了 是這樣子嗎 如果沒有被發現 他是不是就把他cover掉了 就掩蓋掉了 每個人都在問 所以我們看到國民黨立委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盧憲義 他自稱他是2B皮膚 沒有人能夠不認 能夠代替他 或者是能夠怎麼講 可以代替他做一些事情 因為不可能認錯人的2B皮膚 日前他在反年改議案裡面 因為被隔空投票這件事情 那韓國瑜立法院院長今天才是 他說是議事人員錯誤 誤差投票卡 不過我當當官立委 我投過很多次的票在立法院 如果誤差投票卡 那誤差投票卡也沒有人去按的話 也不會有顯現出來他到底投誰呀 是投贊成還是投反對還是棄權 插進去把投票卡插到投票卡的 這個我們叫做卡榫裡面 並不會構成投票 所以一定是有一個人去按 那個按的人 因為盧憲義說他沒有授權 也沒有叫人家帶頭 而且不可能認錯 因為他是2B皮膚 所以換句話講 誰投票 這個都有監視器的 這個人就涉嫌偽造文書 這才是重點 另外我們看到了昨天 那麼在司法委員會 鬧翻天的國會改革法案 全數條文出委員會 送朝野協商 搞清楚喔 送朝野協商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個月後就可以表決 聽懂喔 一個月後就可以表決 所以換句話講都不給你討論 所以一表決二讀三讀過了 來國會改革法案就過了 所以綠營痛批 這個條文藐視國會 連總統行政院長 連一般老百姓都會被抓起來 關到監獄去 真的可怕 而且老百姓竟然藐視國會 他叫你去國會報告 你不去報告 一般老百姓可以判三年以下 官員判一年以下 奇怪耶 我老百姓是主人 我不去還可以判三年以下 官員判一年以下 國民黨啊 你是在變什麼樣子 這種修法你們過得了嗎 更可怕的 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跟著馬辦 竟然表示表態要修反滲透法 也就是他認為反滲透法太嚴格了 那這樣子的話 換句話講 很多人 很多的案子在反滲透法 人家都講反滲透法 還不夠嚴格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要把它放得更鬆 那不容易違反反滲透法 所以換句話講 是不是在幫助 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滲透 每一個人都要問 所以這個相關議題 值得大家好來討論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媒體 我們的邱明玉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 我們的卓冠婷 大家好 我們再看看台北市議員 簡素培 詠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台灣醫事 法律學會的執行長 我們羅俊仙 羅醫師 詠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政治評論員 余美美 美美 詠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 我們的江宜正 宜正 詠哥好 大家好 那當然大家首先要來看徐曉鑫 徐曉鑫離譜 他以前最喜歡看圖說故事 只要你跟某一個人照相 那個人你也不認識 也許因為你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今天裡面 好幾個政治人物 包括宜珍 包括蘇培 還有包括我們的冠婷 我先請教這三個人 請問你們有沒有在路上 莫名其妙的不認識你的人說 我要跟你照相 照個相可不可以 有沒有 有 常常有 宜珍常常有 還蠻長的 請問跟你照相的你認識嗎 不一定認識啊 對啊 百分之九十不認識啦 尤其在路上碰到了啦 請問你有沒有問他一下說 你有沒有把良民證拿出來給我看 你會問他這句嗎 通常不會 不會這樣子講啦 不是通常不會啦 根本就不會 不會 對不對 我講話比較直一點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們有誰 叫人家拿良民證 你們才照相的 有誰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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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 人家跟我們拍完照 我們還要跟人家說謝謝 謝謝 是啊 給面子 謝謝 要take我 我再問你件事 你們三個都民意代表 照完相以後 請問那張照片你有嗎 沒有 除非他上粉絲頁 然後take你 你也知道 欸 宜貞講得最真實 他如果上粉絲頁 或者上你的臉書給你 你才會有 但是比例多少 不會 我看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啦 甚至百分之零點 零零零零幾啦 大部分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也常常被要求照相 不常照個相 請問那個人是誰 我不認識 對 然後呢 照完以後 相片 我也沒有 所以有一天 一年後 有一個人就拿出這個照片說 欸 跟你照片那個人 是黑道 是流氓 所以你 你就是黑道 你就是流氓 你看 你跟他照相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現在問這件事 宜貞 如果碰到這樣你怎麼辦 就當然就蠻喊冤的啊 就不一定認識啊 對啊 事實上真的不認識 真的是不認識 可是如果給徐曉星啊 他就會看讀說故事 他有好幾個這種前科 好幾次這種前科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吃飯的時候 旁邊坐的一個人 那個人是雲林同鄉會的理事長 是內湖科學園區的理事長 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生意人 只因為他坐在我旁邊 徐曉星想要攻擊我 那個人剛好 那個理事長剛好穿的是 比較接近黑色的灰色的衣服 他說那個是黑衣人 黑道 就後來那個人出來講 結果後來那個人出來講 我是雲林同鄉會的理事長 我是國策顧問 我是講個難聽話 整個內湖科學園區 五千五百億的產值在這裡 我是這個科學園區的理事長 他竟然說他是黑道 結果徐曉星有沒有道歉 沒有 所以徐曉星他還曾經有一件事情 更離譜 他說因為蘇正清涉及貪污 所以蘇家全要下台 因為那是你的家人 你要負責任 這是徐曉星講的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臉書PO出當年最流行的拍貼機合照 原來文朗東和徐曉星的大姑柳相杰 以及同樣涉入詐騙洗錢案的林渝輪 從高中就熟識 對徐曉星大姑夫妻掌握不少內幕消息 文朗東直指 徐曉星不可能什麼都不知情 我當然不相信 因為徐曉星 他也講過是說 他有幫忙處理那一百萬的利息 但是如果他在去年初的時候 就知道這件事情爆出來的話 會嚴重影響到 他在四月跟沸鴻泰的初選 於是才導致是說 後續的這些詐欺犯罪 才會更進一步的延燒到 今天因為這涉嫌到你是不是有包庇 我們之間的聯繫並不是真的這麼的頻繁 不過徐曉星的說法還是無法說服文朗東 柳相傑的公司確實有去幫他辦 他去年11月17號的社群之夜 那再者他也有處理歷史的問題 所以他跟詐欺犯的往來是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退一萬步 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以及有這麼多手段 可以協助處理 他卻到現在為止 還是選擇用切割的方式 實在讓人覺得 人寫的就是徐曉星本人 但同樣是家人涉案 2020年前立委蘇正清涉灘 徐曉星可不是這樣說蘇家全的 他是這個家族裡面在民進黨內 從政這個權力最高的人嘛 所以這些人家裡的人跟他這麼親密 他有責其實真的有責任去 要求大家要奉公守法 徐曉星委員一直是當今政壇 最擅長連連看來無限上綱 污衊他人的政治人物 所以今天社會各界不過只是要求 他以過去要求別人的標準 他應當要有更進一步的清楚的說明 過去的爆料天后 如今成了被爆料的主角 一樣話題滿滿 所以看到徐曉星 他當時怎麼樣批評蘇家全 說蘇家全一定要下台 因為蘇正清 這跟蘇家全無關嘛 可是他說家人犯罪 你當然要負責啊 所以這個就是回力標啦 為什麼你說這一次的事情 我覺得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徐曉星的人設整個大崩壞 因為他很喜歡看圖書的故事 現在輪到他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回力標 那我必須講喔 你就算對徐曉星來講 他這是一個危機處理 我這幾天有國民黨的朋友 也來跟我講說 他就覺得說徐曉星 為什麼這一次的危機處理 看似也都不合格 第一個就是說 他第一時間撲倒在傅昆奇的 這個懷裡面嘛 那這幾天大家都討論過 你當時怎麼罵傅昆奇的 罵人家病毒 結果你現在看到傅昆奇 喔 趕快把他抱住喔 那邊哭啊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今天講說 坦白說他什麼對婚姻啊 或後悔啊 甚至還講說 如果他老公有涉案就離婚 那其實這件事 其實不是政治圈的朋友在講啦 其實你就算是一般的 好像我們臉書有一些網友 不是政治圈的 他會講說 你雖然做不到喔 什麼夫妻本事同理鳥 你大難來時各分非 就是你老公還沒有證實 他老公還沒有 都不是他老公喔 是他附家的事情 你現在馬上就切割 就連夫家都切割 他連老公都切割 對 就都要切割啦 那你就很難想像說 你怎麼會 就是跟好像 就你以後怎麼 我會覺得說像國民黨 像宜甄你們還要幫他辯護嗎 搞不好到時候他都什麼 他都全部都切割這樣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哇 許曉星 這個人的這種 限時冷酷無情 就由此一般啦 那第三個就會覺得說 那許曉星你就很喜歡 拿A去轉移B B轉移C 結果這次也踢到鐵板啦 你看他第一時間 我覺得他最近是整個在處理 危機處理整個亂的套了啦 你看他第一時間 就立刻要把那個 民進黨的新竹議員 陳建民這件事情 拿出來轉移焦點 結果沒想到 他就替邦 原來這個陳建民的這個 這個對象 覺得是許修睿 他就踢到自己人 結果今天趕快道歉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光是這三件事情 他今天就是這幾天 他在做危機處理 是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不合格 而且整個亂的套 好 但是今天重點 不在這兒 今天的重點是 許小新 你是不是有可能 在詐騙集團這件事情 你是到底是不是有包庇 得力 甚至有可能 最有可能是到共犯的角色 今天是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共犯 不過大家要注意 名譽是法律系畢業 他敢講這個一定是 有連結性 第一個 因為這個是詐騙集團 那今天重點是說 他第一時間不是說 他那個婆婆 就是他的婆婆 有借貸兩千萬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他 而且沒有媒體都不知道 是他自己嘴巴講出來的 說他要幫他婆婆 處理一百萬利息這件事情 他第一時間是說 他處理一百萬利息 他為什麼要處理 對 為什麼要處理 那當然啦 這個譬如說 包括律師黃帝 你就有在質疑 就是說那你去 一般人的借貸兩千萬 現在越來越釐清了啦 就他媽媽就是有投資 因為他那個大姑 就是說 那個我要開公關公司 跟他媽媽借貸兩千萬 就他媽媽可能一時間 拿不出那麼多錢來 去跟銀行 去銀行去抵押 他媽媽拿 有錢就投資 沒錢竟然還去抵押來投資 就抵押 就去抵押 等於說這兩千萬的債權 好 那這樣問 就是說 徐曉慶到底是跟哪一家 因為他第一時間是說 他去幫他婆婆處理 這個兩千萬 因為他兩千萬 這個地息黃不出來 可是我們就問嘛 就非常非常奇怪 不合理嘛 因為你兩千萬 大家都有房貸 你房貸兩千萬 你就算用現在的利率來看好了 你一個月 一個月本利盒 大概一個月至少 這個十二萬 可是你怎麼可能 一口氣就拿出一百萬 通常你知道 就是我們本利 本利這樣子拿出來 就是說 你利息不會到一百萬 你為什麼一開始 一時間就拿出來一百萬 兩千萬 我們來講 如果年利率一趴 讓你一趴半 那個時候大概是一趴半左右 一點五趴 所以兩千萬 一點五趴 一年三十萬利息 對不對 我有沒有算錯 沒有算錯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十萬利息除以十二個月 所以一個月 三分多塊的利息 假如只還利息 一般來講 我們借這種錢 都會只還利息 因為只有房屋的貸款 才會本利一起還 如果一般的這種貸款 重點是抵押貸款 都會只還利息 不還本金 這個我很熟悉 我當了快四十年的律師 所以我非常熟 我也當過財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所以那如果說三萬多塊 那一年三十萬 換句話講要一百萬 那就是幾年 將近三年 銀行不可能讓你三年才還 銀行你大概三個月 繳不出來 他就直接來催了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他第一時間 是幫他處理利息的部分 他一口氣就拿了一百萬出來 去處理 那他那個時候是什麼身份 他那時候是議員 議員處理 好厲害喔 這個也有問題喔 你今天這個律師 像黃定就質疑他說 你今天是用什麼身份 你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是用明貸嗎 明貸的身份嗎 必然是用明貸嘛 那一定是用明貸嘛 怎麼可能說他去處理 不會告訴他 連九百塊的罰款都要告訴警察說 我是議員 你說你跟銀行不會講說我是議員 我才不相信 詠哥講到重點 就是說許曉星這個連九百塊 為什麼他有九百新的稱號 就他連九百塊都這麼care的事情 他就說 他就說這個什麼 爹又切割嘛 說他老公家裡什麼 他都不知道啊 都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 你莫名其妙一百萬 你就連問都不問 然後你就就可以直接 就直接可以給他 給他婆婆幫他處理 所以顯然知道這整個事情 所以把錢投入 那我講到最後重點 就是說你今天為什麼大家會 質疑說你是不是有包庇 或是你是不是有得力 甚至是有共犯角色 是不是 因為通常我們在很多的實際案例裡面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你是投資 你投資這家公司 等到這間公司出了事之後 檢察官或是法官他會釐清 他就會改口說 我今天是借貸 我是借貸關係 我不是投資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投資 這家公司 你有可能是共犯的角色 所以他今天最新他又改口了 他說今天這個一百萬 他變成是那個 是送 送啊 等於說是正宇 他是正宇啦 這改口是 變成是他老公跟媽媽的正宇的角色 所以他一連三天都已經改口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這一百萬是大問題 對 因為你那個時候是議員 你的申報財產如果 申報財產 我們這裡有三個議員都要申報 伊正 你在申報財產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百萬的現金在家裡 請問要不要申報 記得好像按照商股 相關市場是要申報 對啊 但通常不會放那麼多現金在家裡 沒有 動產超過一百萬就要申報 一定要申報 一定要申報 包含你的這個負債 包含你的那個投資 全部都要申報 包括藝術品那些也都要 他也要申報 在這裡面有四個人 有申報財產的經驗 我 怡貞 申報 蘇培 還有冠廷 冠廷申報財產的經驗 還不止一次 因為他太太以前是立委 他太以前是立委 他要跟著申報 當局長的時候也要申報 你當局長也要申報 局長的時候好像也有 所以我們都有經驗 這一百萬一定要申報 那我們現在來看相關的報導 大家來看 一百萬去哪裡了 四叉貓質疑徐曉新說 你幫忙貸款 卻沒有債權資料 徐曉新今天回應說 給他媽媽 我的婆婆 需要進行怎麼樣的 財產申報呢 哈 我現在告訴你 明白告訴你 我是個律師 我現在明白告訴你 徐曉新姓徐了 你這個一百萬 當然要進行申報 所以我們今天具體在結論 節目上要請監察委員 監察院請立即就 這一部分要進行相關的調查 這一百萬他怎麼來的 你的財產申報有沒有 這一百萬 如果沒有 你怎麼可以有一百萬 給你的婆婆 好這一百萬給你婆婆 那就是債權 你說他不是我的債權人 你是送他的 那送他的你要講說 你一百萬哪裡來的 否則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我明白的講 他說他跟我沒有債權債務關係 沒有債權債務關係 你為什麼給他一百萬 顯然這個觸犯了 我們貪污治罪條例 財產來源不明罪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大姑設詐案 他探說不公平 他捲進去 他委屈的說 婚姻這件事 我有點後悔 奇怪 出了這個事情你才後悔 這個事情沒有出來 你就不後悔嗎 再來婆婆被借走一千八百八十萬 那兩千萬 然後許小新說 杜南說不定就是騙婚 你怎麼可以替你的大姑說 他是騙婚呢 奇怪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呢 再來黃帝瑩提出了疑點 你的利率多少 因為許小新有幫忙處理利息的問題 你有沒有利用明代的身分 黃帝瑩說 許小新的角色可能是協助 喬融資的利息 須為兩個疑點來向社會解釋 第一筆 這筆可能是詐欺嫌犯 融資使用兩千萬元 許小新處理後 獲得銀行優惠的利率是多少 如果有用這個身分 這個有圖利 我在講有圖利 第二個 如果不是利用明代身分 請問一般人可能取得像許小新 處理的銀行借貸利息嗎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 他拿到的利息多少 我們要比較當時 正常的販款利率是多少 這個是疑點 所以許小新 這個有涉及 我們希望檢察官現在要開始介入調查 因為許小新自己講的有這一百萬 這一百萬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他自己講不清楚 那這個是犯罪 財產來源不明罪 然後這個利用明代身分 所以冠廷怎麼來看 剛才司法的部分要查清楚了 這個比錢有沒有涉入整個詐騙集團的金流 有或沒有 這未來司法要查清楚 但是有個關鍵 是許小新現在暴屈 他覺得說 我的家人 家庭 狀況好不好 要我來承擔 很不公平 對 我完全同意 家人不是自己可以選的 你的夫家怎麼樣 不是你可以選的 在我沒有掌握證據之前 你都沒有涉入 這我也都同意 可是一樣的標準 你以前怎麼對別人 詠哥 我今天想花點時間講 我也是許小新 連連看受害協會的成員 你也是 我也是啊 我也是你 這個大家都是協會 可以成立協會的成員 可能臺灣有幾百人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舉例 還有很多警察局的分局長 局長都是受害人 他隨便 人家局長是因為下雨 所有的人去 包括國民黨的官員去 他還幫他撐傘 幫他民進黨那時候去了 也幫他撐傘 他竟然就把跟民進黨撐傘 他說你看八截什麼什麼 害得那一個分局長後來被調職 他強迫人家調職 就被調職 結果有好的調到更差的 這個我不客氣的講 他當時就一直罵這個分局長 這個分局長冤枉 真的有夠冤枉 對 IMB事件發生的時候 許小新公布了一張照片 那一張照片呢 是有一個主人 邀了一堆媒體 去他的家裡吃飯 現場有IMB的祖賢 現場也有我 跟我太太 一堆媒體都在場喔 那這個第一次我見到IMB祖賢的場合 就是我們是客人被邀請到現場 結果許小新公布了這張照片之後怎麼講 欸 這個吃飯合照不用負責嗎 敢說不認識嗎 拍謝我真的不認識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結果永哥你知道後來狀況怎麼樣嗎 那張照片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網軍 所有的這一些人 在網上瘋傳說 周大廷你有沒有射入這在編集團 沒有啊 你可以用一張人家邀請的吃飯 然後我們一堆人全部在現場 然後我是其中一個 然後那個照片我還跟他離超遠 然後就說你有沒有射入 沒有一樣的標準 將心比心 己所不亦勿施於人 我說真的今天永哥我最期待一件事情是 許小新現在希望這件事情可以結束嘛 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家人的事情講到他身上嘛 我給你一個誠摯建議 你把你以前亂連連看 加入許小新連連看受害協會的這些人 你一個誠懇道歉 說今天這事情我真的發現 這樣子被亂連 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像以前被我這樣亂連的人都道歉 這事情就結束了 可是會嗎永哥 他現在的做法不會嘛 你看到他現在為止的三個切法 第一時間切法 說這個男生叫杜男 沒有接事說這個人叫他姐夫 到了第二時間的時候 去講說 我們後來知道這幾個人有問題啊 我們後來沒有聯絡了 後來被踢爆 不僅有聯絡 每年有一起吃飯 選舉的時候還有見面 但第三切是最不能接受的 許小新在這兩天講什麼 他說他的大姑跟大姑的老公 都是偏綠的選民 誒天啊 你這事情凡事扯民進黨 會不會扯太離譜了 你會因為你是民進黨的 共產黨的 國民黨的 你是哪個黨的 你到法院面前 你是詐騙集團 講出來之後你就沒罪嗎 不會吧 你為什麼這時候要扯這個 然後扯完之後被發現 那個其實你講了什麼大姑什麼的 也是講官案的支持者 最後我要講一個是 我的事情小啦 抱怨完就算了 我要為一個人報區啊 我們立法院的前院長蘇嘉全 蘇嘉全前院長 當時蘇正清他的侄子 涉入這個涉灘案的時候 他是請辭下台的 但是徐曉星你是什麼落井下石的 我們大家看一下 徐曉星當時蘇嘉全已經請辭囉 我們原文看徐曉星講的 暴露蘇嘉全真實下台原因 滿滿政客話術 徐曉星表示 請辭是蘇嘉全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 明明是辭職涉灘請辭止血 卻在文稿中放入大量認定自己被抹黑 才要辭職的訊息 這種比法就是政客的話術 即使下台理由是家人涉灘 也要順便拖別人下水 搞成政治鬥爭 蘇嘉全他直指涉灘 跟蘇嘉全有關嗎 蘇嘉全辭職了 你還要講說這本來就是你該做的事 有任何人叫徐曉星你要下台嗎 那你用一樣的標準 如果用徐曉星一樣的標準 就是你請辭下台 然後什麼話都不准講 你什麼聲明都不准發 你就乖乖請辭下台 不是這樣吧 那你要不要為蘇嘉全道歉 這個案子查到目前為止 有任何蘇嘉全涉案的證據嗎 沒有 你可以這樣講 話可以亂講 所以我覺得這是縣市報 我要提的就是說 他很喜歡連連看 然後隨便抓到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也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或者是甚至有人說 隨便故意找一個人去跟你照個相 然後再從這個相片來跟你 就打你 這是徐曉星他常常很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這麼講 徐曉星說詞反覆 名嘴溫朗東 抖出背後的內幕 其實背後內幕我想大家就看了 有一句話我覺得批評的是最好 徐曉星真正的問題 是他兩年多來 早知道親人出事 因為他還幫他繳了一百萬 對 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出事了 為了怕惹麻煩 因為他去喬銀行 假裝沒事 消極面對 既沒有協助家人 親人 也沒有大義滅親 等到大姑被收押禁見 第十九天才出來輕描淡寫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徐曉星 徐曉星他自認為贊神 可是常常我只不客氣地講 站著眼睛說下話 這就是徐曉星 所以我們怎麼來看呢 妹妹 我想徐曉星自己是說真的 就是回想給他自己 我先說 從做人的一個本分來講 我都不管他其他有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我只說一個人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是徐曉星婆家的人 或是你是他先生 你會有多心寒 那個心寒再說 夫妻本是同齡娘 可是現在說 他對這婚姻有點後悔 好外我都要接受 不是 徐曉星 你是這種 如果服務家可以給你好的 你會欣然接受 如果有一點點什麼 你覺得可能會傷害到你的名聲的時候 你就是說謊 你就是切割 你就是一副事不關己 你就是聖女貞德 其他人都是被你說的一無是處 你恨不得馬上切割 你就是這樣子的人 你可以對這婚姻後悔 如果今天這婚姻是帶給你榮耀呢 是帶給你家財萬貫呢 你會後悔這婚姻嗎 你只要好的 你不要壞的 不是啦 這個婚姻 為什麼到現在才後悔啊 為什麼出了這個事才後悔 沒出事不會後悔啊 不是嗎 其實我當律師 我看過很多的案子 有的是太太 因為做錯事被關了 有的是先生做錯事被關了 當然先生做錯事被關比較多啦 我要坦白講 我的經驗 可是我們看到夫妻不離不棄 每個禮拜 甚至在拘押的期間 是每天都可以去看 後來變成他判刑確定去關的時候 看他的狀況 每個禮拜或者一個月 只能夠去看一次 你看千里迢迢 先生可能在台東關 他住台北 在台北工作 他要請假坐著飛機 或者坐鐵路去到台東監獄 去看他的先生 我還辦過那個案子 是先生關在瑞島監獄 你知道他多難啊 他坐飛機到豐年機場台東 還要再等小飛機再坐到綠島 只為了看他半個小時 然後呢就回來 再回來 所以後來先生出來 他唯一覺得 最對不起的就是太太 所以改過自信 很多這樣子 可是我們看到徐曉信不是的 立即切割 後悔這個婚姻 我告訴你 這很奇怪 不只他先生 請問一下他大姑呢 你之前你的公關公司 你大姑公關公司 不是幫你報活動辦得很好嗎 你們不是互相按讚嗎 你們不是過去 你不是也在LINE跟他對話 然後今年過年 大家一起吃飯嗎 怎麼現在出了事情呢 你的大姑一下子變成 一下子是你們幾年沒往來 被踢爆了以後呢 馬上又改口 第二個 就法律上面來講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裡面 請問一下 剛剛用口講了 你要不就是財產來源不明 100萬怎麼來的 你要不到底是怎麼喬利息的 那我今天只問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不是你是民意代表的話 會由你來出面 什麼叫做解決利息問題 這就很嚴肅的嘛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本來你說是利息問題 現在要改口說是鎮宇 那到底怎麼回事 你說清楚講明白 不不不不 再講清楚 你這鎮宇的100萬 怎麼來的 對 不然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 那你如果鎮宇 你也應該要申報 你這都沒有 如果是借到債權關係 還是你這喬利息 這有圖利的問題 這很多的問題 就涉入詐騙集團 我們不知道這個檢調來查 第三個回力標嘛 我們說雙標嘛 就剛剛講的嘛 為什麼蘇嘉全 要為蘇正清的案子負責 你講話多難聽 好我再講一個 賴平以前怎麼樣 不問爸爸 是一個受僱的一個董事長 叫做雲豹小公主耶 那如果以許曉欣 你這種標準來講的話 你是不是詐騙集團 詐騙大神婆